那我明天过来接你 新年礼物 明天给你 好像一年你过生日 咱俩来得也是这儿 是吗 我那会儿从来没来过 这么高级的餐厅 当时光过着看窗户外面了 好像还菜了个酒杯 对 这么一响 真是好多年了 水晶灯下的杨诚 像是爱情电影里的男主角 而我 却像个观众 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这么 气质搭不上物质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 谢谢 您真是 还真没 deep 松鼻之下 明天 娇娇 娇娇 等我回来 咱们结婚吧 中文字幕——YK 观众被拽进了荧幕 拿着不知错在哪里的剧本 面对男主角的微笑 哑然失语 我说什么来着 服不服 准不准 这辈子你就算成了这么一张最不靠谱的事 结婚怎么能不靠谱的 你先别跟我提这俩字啊 你快跟我说说 他怎么给你求过呢 有没有担心下跪啊 没有 就 就直接给我戴上了 太戴敢了 这就叫实力 人家压根就不搞什么君子好球那一套 你未来的人生由我做主 我要把这句话写到剧本里 老二 他这样吧 搞得多我都没办法拒绝 等 等会儿 拒绝 疯了吧 你觉得 我们俩像是能结婚那样的吗 不像 所以你更得赶紧嫁 等杨诚醒过门来就晚了 杨诚是什么样的人家呀 你别给我作媒了 主要这跟我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陆大仙 嗯 你想过吗 自己未来会嫁一个什么样的人 过什么样的生活 有 我每天都想 我就想嫁给杨诚那样的豪门 过你以后该过的生活 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走了 要不我给你算算哪天黄道吉日 适合办婚礼啊 不用 我跟你说啊 这事不许跟任何人提 杨诚 和乔儿求婚了 你说什么 求婚了 怎么样 够惊喜 不可怕 不可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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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两位老板 要不咱们我两步去店外发呆 爱你事吗 表情太丧了 怎么讲营业 你这脸真挺难看的 彼此彼此 我又不难过 我是替你居把同情类 不是小燕发这种大招 都不提前通知你一下的吗 技巧不也没告诉你吗 他哪儿真要结婚啊 那是他啊 还问谢小姐吗 算了吧 我还是等他跟我说吧 我怕我问完他 他直接给我来一试 我都不知道下一句该怎么接 来 你们慢慢聊啊 我去给你弄点点心 谢谢阿姨 你跟你妈说 你跟谢小求婚的事了吗 没说啊 你不会立刻结 所以他也不用知道了 所以你是真的想跟他结婚啊 不好吗 你不是一直都挺向上谢小的吗 不是不好 是你想明白了吗 我还以为你可能 一辈子都不会结婚呢 我一开始也觉得我不会结婚 但我后来发现 谢小跟别人不一样 我跟他在一起 我的生活又不会被改变什么 而且无论我干什么 只要跟他说一声 他都会答应 这就是你求婚的理由啊 你知道我不喜欢谈爱情的 尤其是那种要死要活的那种 可能这爱情到最后 还是个虚拟词吧 那 谢小愿意吗 他说什么了 他们说 他们说 好吧 他就会不会有一种